她的手轻轻划过她的耳畔 暧昧的气味如洪水一般差点吞噬了翠花 自从生活里有了温妮 翠花整个人都变了 前面的爱病毒一般侵蚀着她的心 但翠花不能过界 她有家庭 有爱她的丈夫 但每次跟温妮在一起的时光里 那份别样的情愫那么的富有魅力 相比于乐观开朗的温妮 翠花的性格则沉稳 富有很多的生活技能 但女人在一起时 温妮总是能表现出那份别样的欣赏 崇敬之情 环绕在翠花的心头 如一股柔情的水填满了她的身体 随着之后接触的不断增多 两个女人完成了一个人一般 下雨天的幽静深夜 她们悄悄的陪伴着彼此 仿佛忘记了她们各自的家庭 道德的行为准则 深情地表达着 这份不被世俗所理解的爱 也在今晚 两人的那层窗户纸被捅破 她们放下一切的肆意轻易 毫无保留 过程外人就别看了 那么两人拥有了彼此的一切 那句话在今夜悄悄拨下了种子 成了她们心头互相遵守的行为准则 只有她们的午后时光 她们忘情地笑着 肆意地闹着 为你以任何暧昧的方式 表达着恋人的爱情 小河边 木屋旁 无人的地界就是她们嬉戏的舞台 无所畏惧 竭尽全力 可生活 从来不打算放过相爱的人 即便她们爱得如此热烈